被指控封在当天去打麻将的正是这位水里乡长徐湘林 今天他本人在中午的时候到乡代会去接受质询 只看到乡代轮番上阵跟他全腔舌战 但说了半天他还是没有把当天他的行踪交代清楚 离开代表会的过程一路跑给记者追 直到返回了公所他才说 当天他是去讨论善后灾情 没有打麻将这回事 但既然没有 为什么不早说呢 这边要给这种回应啊 为什么不在这边回应呢 有这么困难吗乡长 台风天到底有没有打麻将 水里乡长徐湘林逃给记者追 离开代表会前乡民代表才炮声隆隆 要求乡长说清楚风在当天去向 你以后有没有去打麻将 那一天你在晉坑有没有停电 有没有调用发电机 如果有任何的责任 我改身打个话来 你不是要出来打麻将啊 你先打个话 我们现在的公议代表 你的服务 要来做 我问什么 再来处理 我问什么 再来处理 香白高分被逼问 质疑声让排山倒海而来 乡长驳斥自己绝对没有打麻将 所以有打麻将 90年陶志峰在他率领特搜队和易销救灾 还货班消防奖章 过去攻击标柄如今救灾却遭爆料 没坚守岗位 乡长和乡民代表唇枪舌战炒得不可开交 追求周大响南投采访报道